5星級飯店的buffet被包了場會這麼大手筆 原來是碰上了小鼠聖跟老公梁玄安慶祝交往五週年結婚四週年 這場餐會同時也是兩人開設的娛樂公司小偉牙旗下網紅們也都有出席 身為老闆的梁玄安整場就像陀螺一樣在場內忙得團團轉 跟大家合照聊天拔乾淨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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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過到了續攤的時候梁玄安似乎喝得有點開心 在KTV外跟朋友湊菸聊天 與自家網紅的距離也越靠越近囉 瞬間勾住間耳邊悄悄話 今天不是跟老婆蕭淑聖的結婚紀念日嗎 不好好陪老婆這樣OK嗎 更別說 越越深問題也越多 明明大家都還在續攤 蕭淑聖似乎就耐不住性子決定先走人 在街邊夫妻兩人的表情是越講越嚴肅 似乎發生了些小爭執 梁玄安送走蕭淑聖似乎就自由解放啦 跟網紅余漫漫聊天就算咧 還在香腸攤前上演餵食秀 這真的是幸好老婆不在現場 要不然這結婚四周年 會不會有第五年啊 嗯… 恐怕就帶觀察咧 好動手 帶觀察咧 快點 快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